欢迎来到洛城时事宿地 首先来看 洛杉矶又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枪杀 抗议游行活动再度爆发 当地时间8月31日下午 洛杉矶警方在其官方推特上称 一名黑人男子骑自行车违反了行车条例 警方上前进行劝阻 黑人男子健壮立即逃离了现场 在抓捕过程中 男子与警察扭打在了一起 警方称 嫌疑人当时手里拿着衣服 一拳打在了一名警官的脸上 有警察发现 这名黑人男子的衣服里 有一把黑色半自动手枪 在现场的两名警察随即开枪射击 导致男子当场死亡 洛杉矶警方当地时间31日晚 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称黑人男子确实被枪击了数次 但具体被击中什么部位并不清楚 参与此次事件的两名警官都开了枪 并且两名警察在打斗中没有受伤 据报道 当天晚上有人在推特上 号召民众进行抗议 视频画面显示 当晚在黑人男子被枪杀事发地已经出现了 大批群众手举牌子进行抗议 Ding并未透露该名男子的名字 并只表示他是一名30多岁的飞翼 就在两个月前附近地区刚发生一起有争议的枪击事件 Gardina市的一名18岁男子Andres Gardado也被枪杀 该事件引发了数周的示威游行 接下来来看 美中餐馆要顾客戴口罩 遭打砸警察 让证件为姿势者撑腰 日前 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中餐馆 要求几名入店顾客佩戴口罩 遭到抵制 随后这些顾客对该餐馆进行了打砸 引发重怒的事 闹事者中有一名美国警察 他不但声明自己就是不戴口罩 还纵容了同伴的打砸行为 事发后 无一人因此被捕 而该中餐厅不久前 刚因为有顾客没有佩戴口罩被处罚 据波士顿WCVB电视台当地时间8月28日报道 中餐馆明朝餐厅The Main Dynasty Restaurant 位于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县 马什菲尔德镇 他在26日深夜迎来了一批顾客 这些人入店时 并没有佩戴口罩 这些人的醉酒状态和大声喧哗 对餐馆内其他顾客造成了影响 林珠顾客向该中餐馆投诉 要求让这些人离开 中餐馆的女老板雷女士 因此拒绝为这些顾客提供酒精饮料 随后遭到他们的起身抗议 出于安全考虑 该餐馆要求这些顾客戴上口罩 但遭到了拒绝 闹事者中有一名男性警察 在闹事过程中 他在店里高喊 我是警察 我不需要佩戴口罩 还向整个餐厅的人出示了他的警察证件 随后 这名警察继续要求店家为他们提供酒精饮料 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 其中一名49岁的妇女推散了店内的一名顾客和该餐馆的男老板打翻了餐馆前台的荡板进行打杂 但这名警察在此过程中并未出手制止 这名男性警察后来受到了警方的内部调查 但此事发生后 包括打杂餐馆的女子在内 没有一人被捕 面对公众追问 马什菲尔德警察局局长塔瓦雷斯菲利普特瓦列斯辩解称 虽然这名男性警察情绪激动 表现得很好战 但是他并没有出手殴打任何人 该警员没有任何犯罪行为 波士顿 WCVB 电视台报道称 雷女士事后哭了整整两天 因为警察本该站出来制止犯罪行为 最终店主夫妇二人还是选择了放弃起诉追责 当地警察局局长塔瓦雷斯对此补充说 很明显 这该男警察的判断和行为是错误的和不当的 但是绝大多数警察的行为都很恰当得体